那是從我剛剛一開場就合理的懷疑 連鎖集團是不是連鎖SOP這樣玩 然後連鎖集團現在切割說 這是一家加盟店 好啦就算這是你某一家黑心加盟店 我怎麼知道其他家黑心加盟店不是這樣玩 我怎麼知道你總公司不是這樣玩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兩岸所有的分店都這樣玩 我覺得這個當然要全面的清潮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王姓的這個負責人 事實上王姓負責人來說 他曾經帶領他們公司的 2002年有曾經成功在納斯達克掛牌過 那後來當然因為股價不好 然後後來又下來了 那後來呢 他其實在兩岸之間有非常多的這個往來 包括說他因為他涉及住所謂的幼教 然後有生活服務還有零售 所以他帶領非常多台商過去 那他自己本人有成立兩個 這個類似的這種營運基金會 這種一個叫兩岸經營者俱樂部 還有另外一個叫中華兩岸連鎖經營協會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他就是在兩岸之間的 他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在包括說很多兩岸的場合裡面來說 他都曾經出現 甚至像從這個ECFA啦 或是說像這個國民黨跟這個中國的往來裡面來說 他其實都會參加在這裡面 他是同派媒體採訪過很多次的資深台商 然後服帽的時候問他他就挺服帽 然後馬錫慧問他就挺馬錫慧 然後洪秀柱去見習近平洪錫慧 他就說好棒棒 就是指標台商出來說中國好棒棒 兩岸好棒棒 對當然他也在中國媒體也接受過非常多的採訪 那他其實比較有名就是說他帶領非常多台商去之外 他曾經在2010年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未來要把中國的這個營運的發展變得規模比台灣還要更大 那其實也可想而知 因為中國的市場畢竟是比較大嘛 好那事實上後來這個王岐富人也的確有在中國發展 所以到底是說這一套這個所謂的 目前我們知道這個胃藥這個過程 到底是他是怎麼開始的 那麼必須跟他講 其實這種胃藥來說的話 最早最早台灣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但是事實上最早爆發都是在中國 中國曾經有兩次比較大規模的爆發 一個是在2014年的時候 當時是中國好多個省 什麼吉林省啊什麼湖北省一大堆都有這樣子的案例 他這案例是要做什麼 這案例他不是餵他不是餵這種有毒藥 他是餵那種所謂類似抗生素 類似感冒藥給孩子吃 那為什麼要給孩子吃呢 因為當時他們幼兒園的規定是這樣 就是他們依照你孩子來幾天 那就可以領多少錢 那他可能怕說你感冒就不來 所以他就常常餵他 對就真的這樣餵啊 然後後來就真的爆發 後來是因為後來就有人就覺得奇怪 就是小孩子怎麼常常都 因為吃久會有副作用 就是很多副作用出現之後 就可能皮膚會癢啊 怎樣的副作用 後來是老這個所謂很多人踢爆這件事 那這個踢爆是我覺得跟台灣很像 踢爆這件事一開始的時候 有人去跟政府反應 政府沒有處理 後來是為什麼會處理 就是因為微博已經燒開 很多老師家很多家長收不了了 後來政府才處理 他們中國大陸政府才處理 後來政府中國大陸處理之後 就全面整頓說你不能夠餵這種藥 結果沒想到有一段時間就沒有這樣子 為這種所謂類似感冒藥這種抗生素 結果沒想到2017年又爆發一次 2017年它爆發叫紅藍黃紅黃藍針的事件 也就是說有類似打這種 我們剛剛類似這一次那種事件 對就很類似這樣 後來又被整頓一次 所以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為止來說 我覺得我們知道說其實 這個幼兒園裡面的管理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老師應該算是比較大的一個費用 那如果你讓學生的這個安靜下來 或是讓這些幼兒安靜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老師的這個聘請人數啊 比如說我原本 而且老師也會比較輕鬆 如果每個小孩都去睡覺的話 那老師的工作就量很多 那每個小孩都哭鬧的話 老師的工作可能忙過來 你會有很多不能夠做的事 所以就管理上面來說 我覺得的確或許會不會把這一套 從中國到移到這個地方來 我覺得當然是這樣 那後續來說 我覺得這些兒童真的非常慘 因為為什麼 所以我們在看很多網路上的報導裡面 來說現在這些小孩 不是說他們只有副作用 現在這些小孩是沒有幼兒園感受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些人可能有那種 階段的這個症 或是說有暴躁症 很多幼兒園就說你來 那個我們小孩子會被你們波及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知識體大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要好好的處理才行